记者邱志柔屏东报道,屏东三地门江的青夜国小,推动卢凯族传统歌舞迈入第15年,去年雪平重选参加意大利知名的罗拉托国际圣乐节演出,今年在受邀到加拿大参加加拿大台湾文化节,青夜卢凯歌摇儿童合唱团在今天台湾时间7点30分登场,精彩表演获得广大回响。 校方感动表示,原来,卢凯祖先代代传承的歌谣资产,可以补足多数失能家庭的缺憾,成为偏乡孩子们打开世界大门的钥匙。 加拿大台湾文化节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中英双语年度艺文盛会,今年主办单位精选八个台湾做的好的故事。 24日至26日在多伦多湖滨中心,9月1日至3日在温哥华市中心,市立美术馆前广场与周边剧院艺文中心进行展演, 让世界看见台湾,其中青叶国小学童组成的青叶卢凯歌谣儿童合唱团, 因智力传承卢凯祖母语,唱出部落文化,应邀到加拿大现场。 青叶国小校长赖维认说,今年共带住19名孩子前往加拿大, 孩子们打从踏出国土的那一刻起,不断睁大眼睛探索, 尽收国外世界的趣味,英文老师教导的生活对话, 社会老师教的人文地理,译文老师教的建筑美学, 渐渐应用,试试体验,书本上的知识就像活起来一样, 青叶国小市学生人数仅有40人的迷你小校,学童几乎都是卢凯族人, 学校15年来致力推动乐舞传唱,一届传一届, 至今已连续五年荣获全国师生乡土歌谣比赛特优表扬, 两度受邀到国家音乐厅演出, 去年录制的专辑也入围第28届传逆金举奖最佳跨界音乐专辑, 为了战上世界舞台歌唱,青叶学童除了利用课余时间练习, 暑假期间每天都能在校园听到孩子们的练唱歌声, 担任歌谣指导老师的唐秀岳,则是和唱团幕后重要推手, 年复一年在孩子毕业后重新培训新生, 让祖与歌谣印在学童脑海赖为认说, 他们在展演会场也提供了原住民料理Abi, Cinnavu等, 并有百合花, 琉璃珠等传统手工艺品体验分享部落文化, 他们会继续逮住孩子把卢凯族歌谣传唱下去, 并忠心期盼学童透过卢凯歌谣这把钥匙, 在小学阶段有不一样的学习与启发。